上个世纪的好莱坞在1927年就已经有明星开始走红塔了 虽然他们的长相各有千秋 但最著名的是莫及演员丽娜和他的搭档唐 他们也是公认的荧幕情侣 主持人希望他们讲几句和影迷多一些互动 于是唐就讲起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唐第一个感谢的就是自己的发小布朗 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工作 回想起小时候 父母送他上了一流学校 在那里可以学习舞蹈 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布朗的 唐继续说父母就让他上最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他们从小就非常热爱舞台 在一次演出上 由于他们默契的舞姿和动作的统音化 得到了制片人的赏识 于是让他们给电影现场配乐 在拍摄某场戏的时候 由于特技演员动作失误当场晕了过去 导演很抓狂 这时唐来到导演面前毛遂自荐 导演为了拍摄镜主只好答应了让他试一下 就这样唐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涯 黄田不复有信任 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导演的认课 让他和大红大紫的丽娜一起拍电影 此时的丽娜也一概往日傲慢 对唐也有了笑模样 他们拍的第一部影片 《皇家流氓》就让唐一举成名 在发表感言时 丽娜也想说几句 直接被唐挡住了 回到后台丽娜大发脾气 原来是 唐知道丽娜对自己有意思 她一再地婉拒 可丽娜始终不明白 晚上 唐和布朗开的汽车爆胎了 就在此时遇到了热情的影迷 在拉扯中衣服被弄坏了 为了躲避疯狂的影迷 唐只好上了一辆电车 动身一跃 落到了路过的女人车上 女人看见衣衫不整的唐 以为她是坏人 大喊着找到了警察 警察笑着说 她是著名的演员唐 女人也反应过来 看着女人不好意思地和自己道歉 唐对她有了好感 又得知女人叫凯西 接着他们谈起了电影 凯西说 你们的电影 娱乐效果挺好 但人物刻画不够生动 看着太假了 唐当然不愿意被别人否定 两个人争执起来 唐下车的时候 衣服又被车门夹住了 引来了凯西的笑声 放好衣服的唐来到新普森家 和众人看完有声电影的样片后 正商讨着下一部影片 需不需要拍成有声电影时 一个大型蛋糕推进了屋里 凯西直接从蛋糕里钻出来 唐非常吃惊 上前搭话 但凯西却跑到舞团中间 边唱边跳 唐在一旁看得也是开心不已 当午早结束退场的时候 唐截住了凯西 想多听听她对自己影片的建议 这时丽娜走过来 一副此男人名画有主的气势 凯西以为唐是想羞辱自己 随后拿了一块蛋糕 就砸到了丽娜的脸上 凯西一看砸错人 直接就跑 唐也顾不上丽娜 直接追了出去 但还是晚了一步 唐来到片场 听到布朗说凯西被辞退了 她很内疚 布朗为了缓解发小的压力 跳起了舞蹈 多她开心 当唐与丽娜拍戏时 才得知凯西被辞退 是丽娜的杰作 接着二人继续对戏 表情到位 但嘴里却互相的讽刺着 这才是敬业的好演员 拍到一半的时候 制片人走过来 告诉大家 华谊影业的有声电影 现在卖作率很高 咱们也要做有声电影 接着公司开始招募各部门人员 导演一眼就选中了 歌舞剧家的凯西 此时 行也来到片场 看见凯西主动上前打招呼 通过这次相遇 两个人终于敞开了心扉 误会也彻底地消除了 行打开了灯光 打开夏日的风 看着漂亮的凯西 缓缓地走过来 唱着情歌 她终于对她表白了 我特别喜欢 那个时候的歌舞剧电影 非常浪漫 人物刻画得非常生动 演员们也都是健康的美 人员招募完毕 剩下的就是练习声音了 丽娜不管怎么教 都是发音不标准 但唐却渐入佳境 影片继续开拍 由于丽娜太投入 总是错过麦的位置 导演没办法 只好缝在衣服里 但是心跳声比说话声还大 导演又把麦克风缝到衣服的肩膀上 此时制片人闯进来 一把扯下麦克风的连接线 只见丽娜直接倒影摔在地上 导演都崩溃了 电影终于迎来了首映 明明是一部爱情电影 却因为声音没有处理好成了喜剧片 我和台下的观众笑得一样灿烂 影片播放一半 荧幕就开始跳歌 接着声音和口琴也对不上 演到一半 观众就都出来了 嘴里还念叨着 真是一部乱片 回到家中的三个人 盼着窗外的雨 一筹莫展 凯西却灵机一动 想到了可以用歌舞剧表演的形式 这样观众就能更多的了解 唐是个有实力的演员 还可以把刚才上映的影片 失误的部分改成歌舞形式 这样可以挽救一些损失 但是丽娜不能唱也不会跳 于是他们又想到了 让凯西给丽娜配音 凯西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 唐把凯西送回家 吻别后 唐心话怒放 雨中载歌载舞 只要自己是开心的 哪怕庞陀大雨落在身上 每一滴的声音都是快乐的 脚瓦地上的水花溅起 多么的惬意自在 最后在警察的目送下回了家 第二天和制片人说出了想法 顺利的通过了 影片也配音成功 为了更多的音乐剧 唐又把自己的经历 拍成了歌舞电影 就在这时 配音的事被丽娜知道了 她提前给自己做了宣传 让观众都认为 电影里出现的声音 就是丽娜本人的 她又来到了制片人办公室 要学说 以后凯丽只能给自己配音 如果不同意 就把整个公司告上法庭 后果自负 影片上映了 由于出色的表演 和优美的歌喉 手印非常成功 台下的观众 用热烈的掌声 叫女主致辞 丽娜直接冲上去 当她一开口 全场观众一脸惊恶的表情 有的还提出了质一声 大家只好让凯西 在幕后配合一下 当丽娜唱得正嗨的时候 大幕拉开 台下观众看到了真相 集体轰然大笑 凯西慌忙地跑下台 被观众拦了下来 这时 唐给大家介绍说 凯西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班配的两个人 睡里成长地走在了一起 凯西 感谢观看